热线12今日关注 快速公交站停顶板倒塌事故 被认定为重大安全事故 刑拘四人 抓奸在床 敲诈勒索 打算结婚领证的恋人 却呈铁窗鸳鸯 梦想网上交女友 超过百万男子被骗充值数亿元 男子一身酒气 开车被查 拒绝酒侧 称有胃癌 还缴踹女护士 各位中午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 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首先我们来看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一条消息 国家质检总局2017年 烟花爆竹产品质量 国家监督专项抽查 通报结果显示 烟花爆竹产品最新的合格率 只有73% 抽检产品类分别涵盖了爆竹类 组合烟花类 喷花类 玩具类 生空类等 个人燃放类的产品 检测的项目包括标志 包装 引燃时间 引火线 引火线的牢固性 结构与材质 要量 燃放缺陷等20项 那今检测呢 不合格项目多达13项 76批次产品不合格 从今天开始 热线12将继续为您播出 春运特别节目 2018春运日记 那随着春运的到来啊 本来就非常忙碌的火车站 已经开始变得更加的忙碌 在这样忙碌的时刻 列车员 安检员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郑州火车站的运转车间 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2018年2月1号 为期40天的春运正式开启 据了解 今年春运期间 位于京广铁路和龙海铁路 交汇处的郑州火车站 预计发送旅客360万人左右 为了保障旅客们平安回家 火车站的各个工种 都投入到了紧张又忙碌的工作当中 运转车间也不例外 郑州火车站的运转车间 分为站区和客证所两个部分 客证所的工作 主要是用带有动力的机车 将车辆从郑州站拉到客证场 方便其他工种进行作业 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动力 将车辆进行一个位移 从站区位移到客证所 说起给车辆进行位移 自然找不了客证所吊车组的工作 什么是吊车工作 简单来说就是火车始发 把车编排好拉到站台 火车进站 把车推送至车库准备检修 使要是一名吊车组组长 从2000年开始就一直在郑州火车站 运转车间吊车组工作 今年是他参加的第18个春运 郑州站的车基本上我干了十几年了 行动都有数了 它几点几分开 几点几分停 包括多少少量 包括开了哪个方向 这都是熟练活了都已经 停靠在站台的是哪趟列车 什么时间停靠 挂多少节车厢 说起这些 使要如数家珍 但吊车工作听起来容易 实际上危险随时存在 夏天的时候 外面四十多度 你像这坑场都要达到四十五度了 晒在这个火车上 这个铁皮都滚烫 冬天的话特别寒冷 手抓上去手都是冰凉的 手套都能粘到铁皮上 铁皮接冰比较湿滑 一摔伤的话上面都是铁 摔得特别疼 头发血流都很正常 郑州站运转车间 客整厂吊车组编挂的全市客运列车 时间上要求的非常严格 不能出现列车晚点的情况 所以吊车员们顾不得休息 加班加点的工作 我们都是室外作业 一天十二小时都在屋外工作 基本上就回不了屋 也喝不上一杯热水 虽然工作艰苦 但像食药一样的吊车员们没有怨言 特别是春运期间车辆增多 吊车员们忙到夜里九十点钟都是常识 春蓝最计划是给你四号不动 减12就拉10 减12就拉10 减5减16 冬夜里的郑州十分寒冷 夜里工作体力消耗大 怕同事们忙起来顾不上吃饭 食药会经常买些饼牛肉等食物 给同事们补充体力 多穿点衣服 注意保暖 别打冒 聊一口 你不是准备出去旅逅吗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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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时间 看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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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工作12小时 你要说12小时一直工作 晚上不吃点 确实扛不下来 虽然工作上做出了一些成绩 但食药始终觉得对家人亏欠很多 由于工作时间长 没有正常的节假休息日 所以食药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 甚至春节都没办法与家人一起过年 使药代表的吊车所工作 只是铁路工作者的一个缩影 因为这些铁路工作者的付出 旅客们才能平安地回家过年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栏目记者董苏瑶 就在郑州火车站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董苏瑶 苏瑶给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 主持人 我现在就在郑州火车站的站内 那么今天是2018年的2月6号 春运的第六天了 那么随着春节的临近 大家可以看到 郑州站的这个客流量 确实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那么据我了解到的情况 今年春运期间 郑州站的日均客流量 达到了9万多人 那么为了解决旅客们的出行需求 郑州站今年也是增开了 临时客车32对64列 那么除了临时客车之外 郑州站今年还有哪些新的举措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些机器 这些机器就是郑州站 今年的科技春运的新亮点 那就是刷脸近战的人脸识别系统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使用 我们来问一下 我身旁的这些大学生志愿者 您好 请问这个机器应该怎么使用呢 请问这个机器应该怎么使用呢 请问好您的身份论和车票 身份论在下 车票在上 别在一起 二维码朝上去的方向 放入扫码区 然后您看这个摄像头 这样就可以了 请看摄像头 好的 谢谢 谢谢 大家可以看到 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我就可以快速地进站了 确实是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么除了这个人脸识别系统 今年郑州站还增加了语音播报系统 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们请到了郑州站客运车间的孙书记 给我们介绍一下 孙书记您好 您好 为了进一步方便旅客进站后车 我们郑州火车站在进站口 增加了后车语音播报系统 旅客在进站实名制的时候 它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后车位置 可以使旅客更加快捷变速地进站后车 好的 好的 谢谢孙书记 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两项内容 郑州站今年还更新了自己的支付手段 旅客们在售票窗口 或者说是自助售票机上面买票的时候 只要打开手机支付的功能 用手机扫二枚码就可以快捷地购票了 那么说到回家的车票 今年郑州站派出所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制贩售假票的案件 那么涉及到1.6万张设假的车票 涉及到的金额也达到了150余万元 那么说到回家的车票 我们都希望回家是高高兴兴的 都不希望拿到假车票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辨别车票的真假呢 我们也是请到了郑州站派出所的段警官 给我们讲解一下 辨别真假火车票呢 针对蓝票主要是通过看和摸 这里是一张真票和一张假票呢 通过看可以看到这张假票的刺激更加清晰 油墨比较浓重 而摸呢可以摸到这个假票 它的表面非常光滑 纸质也比较薄 而针票它的表面是有一些纹理的 而摸起来也更加有质感 红票就比较简单了 拿这个紫光灯来照射 可以看到它的票面上 是有一些发光的金属丝 而这个真假票是没有的 同时呢也要注意辨别 整版假票 挖补票和回头票 这三种假火车票 避免上当受骗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段警官给我们的讲解 那么其实春运对于每一年来说呢 都是一场硬上一个大关 但是当我们看到了郑州站的这些新的举措 相信您一定可以快捷又温暖 方便地走上回家的旅程 那么我在郑州呢也提前给您拜个早年 祝您新年快乐 好了那现场的情话就是这样 主持人 好 感谢董苏瑶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来看下一条 在1月4号 合肥遭受了暴雪的侵袭 望江路 然后他陆续遥 16处的公交车站的站台的顶板倒塌 随后呢 合肥市成立专家组展开调查 并于近日发布了事故通报 1月4号 合肥遭受暴雪侵袭 望江路陆续有16处快速公交站台 顶板倒塌 共造成28人受伤 其中一人送医院救治无效后死亡 两人伤势较重 事故发生后 合肥市政府邀请清华大学 东南大学等11名权威专家 组成专家组 对事故进行现场查看和材料检测 现任顶此次事故为工程重大安全事故 直接原因为连接公交站停顶板 与立柱的承托公柱旅舰强度不足 发生断裂造成顶板倒塌 主要原因是 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设计深度为达国家标准 图纸修改后未经审查 安徽省创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盲目施工 浙江信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为认真履行监理职责 市重点局合肥公交集团 在设计 招标 建设 监管等环节 存在失职行为 目前 公安机关已对 为安徽创与公司法定代表人等 4人刑事拘留 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公交集团等10名相关责任人 受到政绩处分 目前 事故调查处理小组 正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妥善做好伤员及遇难人员家属的 赔偿和善后处理工作 热线12即将播出 抓奸在床 敲诈勒索 打算结婚领证的恋人 却呈铁窗鸳鸯 梦想网上交女友 超过百万男子被骗充值数亿元 日前浙江杭州的一处工地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男子高某报警称 说自己被舅舅给敲诈了 而且还被舅舅捆绑殴打 亲人之间为什么会大打出手呢 敲诈的背后又有什么隐情呢 日前从外地来杭州打工的 25岁年轻男子高某 来到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 拱树分局康乔派出所报警 他说自己被敲诈勒索了8万元钱 当民警问他是如何被敲诈勒索的时候 他说他是被一名女子郭某 叫到了房间里 二人发生了关系 可令高某没有想到的是 事后竟被捉奸在床 女子哭着说高某强奸了他 随后捉奸男子常某 在高某未穿衣的情况下 使用烧水壶的电线 将高某双手捆住 对其进行殴打 并胁迫他签下了一份 欠款8万元的协议 民警经过询问了解到 这间男子其实是高某的舅舅 而女子则是舅舅的女友 三人在同一个工地上班 民警随即赶往工地 将正在塔吊上工作的 两名犯罪嫌疑人 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 嫌疑人一开始 他也不承认这个事情 认为就是变称说是强奸 我们到达案发现场 对案发现场进行搜查 对这个现场 就是遗留的作案工具 有内裤 锚钉夹 电线 包括施主写的欠条 我们都把它给收集起 在这个证据面前 两个嫌疑人还是交代了 原来舅舅长某是 常年在外打工的包工头 外甥高某16、7岁的时候 便跟随着他 学习开塔吊和修塔吊 在工地上干活 两人都有家庭 有妻子 分别育有两个孩子 但是他们都没有领结婚证 舅舅长某的妻子 一直在老家生活 而外甥高某的妻子 则和他一起生活在工地宿舍里 前几年舅舅长某在工地上 认识了与自己年龄相仿 又刚好离异的女子郭某 同事孤身一乡人 二人迅速发展为恋人关系 并同居在一起 平日里 外甥高某的妻子经常上夜班 而舅舅长某有时也会出差 相邻的两间宿舍内 只有外甥高某和女子郭某两个人 二人私底下曾发生过两次关系 就是说他那边的条件 我这边的都一切二切 两个人没有一点 为什么会跟高某一般的关系 就高某我也一时也见到现在 就是说纯开长某 所以可以说我在正常市 没有一个熟悉的无亲无靠 我去宿舍上 事发前 长某回到宿舍 发现屋内多了一根烟蒂和一团纸巾 便殴打了郭某 则问他是否有其他男人来过 郭某招架不住逼问 便说是高某强奸了他 并用割腕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赢得了长某的信任 他从床上跳下去拿我的尾弓刀 拿起来一刀就割了 我就是心心不意了 坚信郭某所言的长某十分愤怒 随后他多次与郭某共同商量 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 由郭某再约一次高某 发生关系 自己则躲在门外桌间 用拍摄下来的视频证据 胁迫高某签下一份欠款8万元的协议 否则就报警说高某强奸 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事后高某却报了警 起这段欠款的目的就是 主要目的就是报复他 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压力 当然了 说一点都不为了钱 那个我有点清高 就是说让我和高某 之间做个两端 就是说必须 就是当场思破脸的那种 这种方式你接受吗 其实说心理的话 我其实是不接受 要死部的孩子又套不到狼 就这么回过心理 如果说真要履行 这个欠条这个协议的话 那么他后面 变成身无分文了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这个老婆 两个人商量 最后决定还是选择报警 主要目的他们也就是 不想负责8万块钱 记者了解到 舅舅长某和女子郭某 原本是打算年后去领结婚证的 平日里外甥高某 便称呼郭某为二舅母 然而长某在老家的妻子 却对郭某的存在一无所知 只是想领告证而已 你要说急速嘛 都没想过要急速 因为和前妻呢 你要急速小孩子谁来带 他已气了 他把小孩子甩掉了 最起码现在他不知道的话 把小孩子先带到 我可以赚钱给他们花了 家乡的那边 有婚姻事实 还有了孩子的 没有领证的也很多 98%这么讲 共同生活嘛 但是呢 生活生活就跑掉了很多很多 我这么讲 我对郭某的感情 深过对我老婆的感情 你觉得爱情更重要 还是亲情更重要 爱情和亲情 我总觉得爱情还是重要的 那你对家庭这个定义的概念 是怎么理解的 我对家庭主要是负责任嘛 你反正小孩子 请你要是放在第一位 目前舅舅长某以及女子郭某 因涉嫌敲诈勒索罪 被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 拱树分局康乔派出所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上面这位呢是被舅舅敲诈 下面这位是被女友敲诈 不仅被骗了钱财 还被欺骗了感情 而这个所谓的女友 其实就是一台客服机器人 2017年10月17号 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接到报案 报案人称他遭遇了诈骗 并向警方提供了相关的资料和视频 他在网上下载了一款交友APP 然后他在上面注册了会员 总共消费了数千元以后 他发现那个没有交到 他想要交的女朋友 所以就向我们报警称说被骗了 什么啊 没有男朋友啊 我在珠海啊 你在哪里啊 这个女孩其实是这个 公司招聘的工作人员 他和这个被害人 根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 他这样说 其实就引诱这个被害人 投入钱财 他所做的目的就是诈骗钱财 警方根据报案人所提供的线索 发现这款交友APP 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 我们就是经过侦查就发现 这款APP的话 它是实际上 它没有这个交友的功能 它这个巨星公司呢 在网上发布了30多款 同类型的软件 然后呢都是以这个交友为幌子 来吸引那个男性用户充值消费 办案民警侦查发现 该贩子团伙通过将APP 挂在其广告联盟的平台上 以同城 求偶 一夜情 结婚等敏感字眼 和女性的暴露图片 拨人眼球 进行多渠道宣传 不少以烈焰为目的的男性 会点击广告 接着页面会弹出下载APP的窗口 打开APP 用户会看到不少美女打招呼的头像 根据个人喜好点击后 可以免费聊天三句 若想继续聊天 就需要充值会员费 用户交了钱后 该APP会随机向用户 推送美女一对一聊天 如果你还想跟对方视频聊天 还是要收费 需要购买平台的虚拟货币后 才能聊天 而且聊天还得按时间收费 充值30元 只能聊3分钟 在聊天过程中 美女还会进一步提出要求 诱惑用户送礼物 比如最贵的礼物 丘比特要999元 他们的盈利模式 就是引诱这些当事人 往这个通过送礼物送花 往这个公司的账户里面充钱 这些礼物有玫瑰花 香水 蛋糕 水晶鞋 丘比特 这里分别的价钱都不一样的 玫瑰花就3块 香水有60的 最贵的就是那个丘比特 就999 这个赔料你跟公司的分层是4 6分 赔料你拿40% 公司拿60% 这个公司注册的女主播 大概有300人 但人数不够的时候 他们还使用机器人来聊天 经过我们侦查发现 他们的后台机器人 达到了129个之多 然后每一天的 机器人收入高的 应该超过了1万元 总共的收入应该超过4万元 从2016年8月份以来 这个受害群中就达到了百万人 先后充值金额达到了3.4亿元 这个犯罪团伙主要以一家 网络有限公司为处 由老板 股东 总监 研发员 推广员 工会长 主播等多类人员构成 分别在北京 长沙等处 设立了总部 技术部 推广部 人事部和财务部 团队人数多达400多人 公司有正规的法人执照 实施完全的公司化运作 这个公司是以公司老总 长某为首 然后以北京的技术团队为核心 然后长沙的运营团队为辅助 进行的这样一个运作 跨了省市就达到了五省八市 在2017年的12月12日 那么我们在广东省公安厅的 统一指挥下 出海市公安局在北京和长沙警方的 大力支持和配合下 我们总共组织了刑警和网警 100多名警力 那么到广东省 还有湖南省 北京市 开展统一奢望行动 广东警方通过这次行动 将该犯罪团队的老板 长某 股东 总监 财务人员 主播等 全部抓获归案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40余人 封存服务器250余台 扣押涉案电脑 手机等600余台 冻结涉案资金1200多万元 实现了对犯罪团伙的 全链条打击 自此 国内首起交友 APP新型网络诈骗案件 成功告破 网络交友是一种新型的诈骗 就是这网络你需要跟 跟女孩子聊天 需要充值 类似等等 这个骗取了大量的资金 这里边我们也觉得很惊讶 我们这个案件打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犯罪团伙的 就收益非常活锋 就他每日都有几万块钱的进账 打打各种网络的 违规违法行为的这个 惩治力度 特别是我们要延续 以打触管的这个模式 把网络的红线 把网络的底线打出来 针对日益翻新的网络诈骗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 一旦发现被骗 应及时报警 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 我们看到从以往的 线下的婚介公司 到如今的线上的婚恋网站 还有交友软件 诈骗的手段是层层升级 但究其根本还是换汤不换药 那为什么如此老套的 诈骗的手段 换一个平台 就又分不清了呢 马上来连线 本栏目特约评论员白宇 白宇来谈谈你的看法 其实我们说 无论是以前线下的 比如说这种婚恋公司 还是说线上的婚恋网站 以及这两年出现的交友的APP 他们应该具备一个 最基本的功能 就是对于登记注册的 网友的身份 应该是实名登记的 而且他们要有 审查的这种义务 比如说你前台 可以用虚拟的身份 但是后台的管理 应该是实名登记的 同时呢 它作为一个发布的平台 也有义务 把真实的信息发布出去 因为大家到这儿 是来交友的 是要涉及到 个人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的 个人隐私信息可以保留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 这个案例 显然它不仅仅没有 尽到这样的相应的义务 而且还是有意 甚至是恶意的 提供虚假信息和虚假人员 那么我们说 刚才说到换汤不换药 其实呢 我们说诈骗的这一方 往往是相同的一些伎俩 比如说通过甜言蜜语 通过这种隐诱 甚至挑逗的方式 让你来花钱买一些礼物 那么上当的这一方 可能你的目的也不太纯 可能想通过 比如说感官上的刺激 或者说你想得到的东西 并不是恋爱和婚姻 所以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 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交友观和婚姻观 我们说从陌生人到熟人 最后才能够到恋人 这是一定要延续 这样的一种方式的 如果你只想一步成为恋人 那么你对他的身边的人 对他的环境都不熟悉的话 恐怕我们的交友观出了问题 好 感谢白宇 在这里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也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耳语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热线12稍后继续 热线12即将播出 海关破获特大酒水走私案 查获走私红酒 洋酒 45万只 男子一身酒气 开车被查 拒绝酒策 冲有胃癌 还脚踹女护士 好 我们继续 近日广东拱北海关 成功破获一起酒水类的 商品走私案 打掉了走私团伙12个 抓获 涉案的人员是56名 案值是3.4亿元人民币 这是一段 由海关机私情报人员 提供的视频资料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小小的码头上 不断有人从靠岸的小船上 运下货物 在岸边集合后 被全部拉走 经常反映我们珠海的 这个湾仔这一块 有个飞蛇关地 有一个雷某和廖某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是两夫妻 他们俩在这边冲私 飞蛇关地走私 红酒 洋酒 经过对该线索进行侦查 祭司人员还发现 有时候他们还利用夜色的掩护 进行走私活动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 一个非法活动 他们要等两边 一边是澳门海关 一边是我们这边的一些 制法部门下班了之后 他们一般都是 趁着夜色掩护着玩 为了方便便民出行 每天都会有许多百度船 往返于珠海湾仔和澳门之间 雷某夫妇便以每船 二三百元的价格 雇佣船员帮他们带货 基本上来说 一船可以装十几箱 每一箱就是十几只的样子 就是平均下来 一船是最少要一两百只 可以走私进境 经过对雷某夫妇的经营调查 隐藏在背后的真正老板杜某 逐渐进入机私人员的视线 杜某他实质上是 整个一个案件的 一个比较核心的人员 他也是属于是家族经营式的 他们家在澳门 所有两个这样的贸易行 然后国内有一些 帮他分销商品的这样的人 他们就利用雷某和廖某 两个人 就大肆走私到境内 然后销售 为了慎重起见 货物运抵境内之后 走私团伙会将酒 先放在一个临时仓库进行储存 然后再从临时仓库 交给送货人进行送货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情报经营 龚北海关决定 对这个长期走私高档 红酒养酒的犯罪团伙 开展收网行动 此次行动中 在珠海的一家饭店内 海关基斯人员将该案的 主要犯罪嫌疑人杜某 成功抓获 这个案件中我们查到的 就是普遍都是价值比较高的 这个红酒和氧酒 比如说是宣尼斯的理查 人头马的路易十三 还有像82年的拉菲亚 拉图五大名装酒 还有61个名装的法国红酒 都在这个案件中有涉及 据基斯人员介绍 走私入境的这些高档红酒和氧酒 经过层层分销后 买到消费者手里 整个走私链条的利润 基本上能达到百分之百 比如说是宣尼斯理查 价值是人民币将近两万元 人头马的路易十三 也是人民币一万四五千元左右 还有那个红酒像 五大名装的拉菲拉图 1982年拉菲 他们销售是两万五千元左右 海关提示 根据我国刑法第155条的规定 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货物物品 数额较大的以走私罪论处 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现行的司法解释 个人偷掏税款 超过人民币十万元 即构成了走私普通货物罪 是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目前该案已有13人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近日广西南宁一家银行的两台ATM取款机 被人士连杂四次 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 犯罪嫌疑人给出的答案是 令人啼笑皆非 当天银行的监控视频显示 一名黑衣男子走进了银行的自助服务区 开始在取款机上操作 过了一会儿 男子走到保安值班的地方坐了下来 在此后的几分钟里 男子两次起身走到取款机前 逗留一会儿又回到服务台 随后又突然起身 拿起地上的雨伞砸向取款机 砸了四次之后 又转身拿起银行的垃圾桶 对着取款机猛砸 从监控画面上看 垃圾桶被砸得变了形 取款机屏幕的玻璃也碎了一地 这个自动取款机的屏幕 已经被完全彻底的破裂 还有上面自动取款机 上面的那个提示面板 有一个亚克力面板 已经也被砸烂 损坏金融业务相关设备 可不是小事 民警立即对该名男子 展开追查 通过内部系统比对发现 几天前一名被处以 行政拘留的男子谢某 很有可能就是 打砸取款机的男子 当时谢某因为又再次作案 在南湖边 南临市南湖边 抢夺一位女士的手机 被南湖分局行政拘留 行政拘留期满的谢某 刚出拘留所 就又被民警带回派出所 据了解 事发前谢某准备到南宁找工作 但手机和随身物品都弄丢了 又不好意思回家 就开始在南宁到处流浪 案发当天 谢某已经在银行的自助服务区 住了好几个晚上 目前谢某因涉嫌破坏公司财物 已被警方控制 近日广西的靖西警方 破获了一起迟早抢劫案 犯罪嫌疑人是两名年轻的男子 两个人抢到的钱不多 但是手段却非常的恶劣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两点多钟 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 走进了广西近期市 新靖镇一家宾馆内 刚一开始 宾馆内的工作人员 还以为是来了客人 可当看清楚 男子手上拿着的东西后 店员着实被吓了一大跳 穿着蓝色衣服 戴着一个压身帽 提着一个把砍刀 走进这男酒店的那个营业厅里面 然后要求营业员把钱拿出来 不然就要砍他 在男子不断的威胁下 宾馆工作人员只好先将 柜台内的2000多元营业款 全部拿了出来 交给了对方 等到男子走出宾馆后 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随后警方调去了 宾馆大厅内的监控视频后 从中发现 这名男子在作案过程中 始终低着头 很明显他的这一举动 是为了躲避监控探头 而在宾馆门口 还有另一名男子在外接应他 他们两个人一起来 是坐电动车的 其中一个人也是拿着刀 在这男酒店门口是把风 防止外人进来 然后一个人实施抢劫 最后我们一直监控跟踪他 跟踪这两个人 他们在拐角的话 就骑上了一辆蓝 黑色的电动车 就往城外逃跑 这名实施抢劫的男子 原本是想用帽子做掩饰 但没想到聪明法被聪明误 警方正是根据他帽子上的特征 很快就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发现嫌疑人先失去网吧 然后在他的一个同伴的头上 把帽子取下来 帽子的话是拿来专门作案的 感觉自己的眼点 然后我们就通过上网记录 还有他的身份证上网 所以我们就查到他同伴 叫什么名字 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 民警最终确定了 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那名进入宾馆内实施抢劫的男子 姓黄 今年才刚马20岁 因为没有正当的工作 他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周某 两人经过商量后 锁定了这家宾馆 进哪家人才进去 你进去之后你怎么说 就拿钱 拿钱 怎么做 就这样子拿着刀就问他要钱 目前两名男子一被警方控制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很多人都喜欢带着宠物开车上路 然后一边开车 一边和自己的宝贝互动 殊不知这么一来呢 危险非常的及时就会到来 前两天在侯平高速山西运程段 一位司机因驱赶车内的宠物狗 将车开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 据司机介绍 当天他携带宠物狗回家 结果小狗在车里跳来跳去 最后趴到了方向盘上 导致他开车分心 车辆跑偏 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民警提醒开车出行 一定要注意力集中 拉载宠物时 不要让宠物靠近驾驶座 以免影响司机驾车 酿成事故 不管干什么都不能走神 稍微走神 要及时到来 错了 应该是随时会到来那种危险 下边再来看一位任性的驾驶员 酒后开车被查 不仅不配合呼气式的 酒精检测仪的检测 还在被依法强制抽血的时候 称自己有胃癌 然后用脚猛踹护士 我说男的事故 你找你其他的事故军队 希望你配合 叫我们抽血 好啊 可以吗 当我律师来 我的鞋在哪里 交警 把鞋都去哪了 自己有胃癌啊 我不清楚 拉来 拉来 你到旁边 自己有胃癌 到旁边 到旁边 我老家是广源人 我们是先的 以往是广源人 我觉得现在的春艺 比以往来说 已经是翻遍了太多了 车提速了 就人在路上的时间短了 像我们这些自由工作者 一点都没觉得很紧张 特别向往 然后就感觉说已经一年了 很激动 开心 回家的话 那种感觉 就跟你想的时候 想到妈妈跟你煮的那顿饭 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 你就想到那种味道